福建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 机械工程专业 老师好 各位boss们大家好 我叫林奇浩 27岁 来自福建漳州 本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硕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 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找一份产品经理 助理 或者各位boss认为我适合的一份工作 谢谢大家 你今天面试的是产品经理助理 你以前做过一些什么与产品相关的工作 我本科的时候参加过一个竞赛 那个竞赛我们是一个团队 设计了一个洗衣机 有申请了国家信心专利 然后得到了全国一等奖 你在大学有什么爱好吗 我喜欢音乐 本科我是音乐社团的社长 之后也有做一些音乐 比如说助唱之类的一些工作 待会唱歌吗 对 待会要唱 对 他这上面有一个意思 他说他参加过两个协会 这两个协会的名字叫做智商协会 我参加的是新加坡门萨和中国盛寒协会 其实就是个俱乐部吧 我觉得 就是智商超过多少分以上的人在一起 对对对 你测过你的智商是多少 没有具体分数门萨的话他入会标准是百分二 前百分二的人口级数 我是百分一 能进门萨俱乐部就是天作之选 你肯定是吗 没有没有 你测过你的智商没有吗 146 146 爱因斯坦是160多吧 169 也就说爱因斯坦200多的 不过智商这么高也没什么用啊 你看浩洋 就算他146他情商没有啊 你觉得你情商怎么样 我是觉得智商高只是一方面吧 我想做一个智慧的人 那智慧包括情商智商 能说一件特别能够体会你智慧的事吗 可能一直以来 大概笼统地讲 我学习方面还算比较轻松吧 我在比如说那个竞赛 那个产品的最初的想法 是我产生的 在很多的情况下 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创新的想法 你今天有一项企业吗 我的一项企业一个是松鼠AI 一个是智慧术家居 都对这个感兴趣 对 是吗 都感兴趣 要求薪资多少 八千 你有PPT吗 没有 没有PPT 我觉得我应该能说得清楚 我看你之前过往几段经历 已经都是在一万 然后一万五 为什么你突然降薪呢 产品经理这个 自认为我自己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吧 我也不认为工资就是我首要的标准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平台 更加的充分的学习提高 因为我觉得机会是比这个 暂时的这个工资是重要的 那你为什么不展示你的能力 让别人觉得你值得那个钱呢 我觉得展示我们可以在生活中 工作中慢慢展示吧 我相信很快的时间内 我的工资一定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的 多有自信 齐浩 我看你在毕业以后 18年毕业以后的 现在画了三份工作 对不对 对 做过机械的工程师 还做过教师 这两份工作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我在新加坡的这个教师 其实主要是教机械相关的软件 那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非常多的软件 有的我也没有学过 那我觉得学一个软件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能够去教别人 我在硕士的时候选了很多的课 包括了人工资 你还是关键是今天没有带点东西来 可能是吧 对啊 哪怕你硕士的毕业论文 对不对 然后你稍微梳理一下 展现出来 现在去讲很空旷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你都是门萨俱乐部了 智商也是前1%了 以你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机械工程硕士的学历 只拿5000块 你怎么做这个选择的呢 其实就是一开始回到中国 回到家乡 想找家乡附近的工作 就是没有 可能暂时觉得离家里比较近比较好 北上广深有的是你可以发挥的地方 你即使是回到福建 江中附近有一个特别好的公司 宁德时代 这是一个千亿的公司 你竟然没有去选择 这个都是看机遇的吧 哎呀那个浩阳 我觉得你这有点严抠啥呢 因为说实话 齐浩他之前一直没有在国内 所以他其实第一份选择有点仓促 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确实比较好奇的是说 他为什么来 他既然之前已经没有怎么好的选择 既然来到了菲尼莫鼠 对吧 这么难得 一下间12位的企业家 对吧 那你就应该更好好准备一下 咱们不再往下挖了 准备是他自己的事 第一轮选择之前 再给你两分钟说话的机会 看看你用嘴能不能说清楚 企业需要的能力 比如说我在质量工程师的工作中 我发现了一个 它的包装有问题 这个之前大家都没有发现 所以我就跟那个主管商量之后 很快地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法 比如说跟工艺商赶紧确认 有多少的量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这样子 刚才其实告诉你 把履历当中你的能力讲给企业家 因为履历写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说出来 做过什么样的项目 什么样的产品设计 你具备什么样的这种商业逻辑 或者是对产品的洞察性 就举例子 傻了又傻了 现在觉得光靠一张嘴能说得清 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准备不足嘛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四轮 感谢观看